就是佛正说就是正式说明道理 第二就是透过问答 然后呢引导众生理解这个道理 第三竖成就是陈述苦口婆心 再把教义再讲一遍强调 第四还特别授记这本经是非常殊胜的 就用种种的这个法说来圆满这个教法 这是在第三章 接下来再看丁二 辟说周分为四 也一样分正说灵解述成跟授记 就是性解品第四 佛在辟喻品里面 他曾经比喻上中下根性的人 上呢像大的数 然后呢 对不起上的是一闻就能够体悟 中呢就是闻了以后他还要好好的修持 下根的呢是要经过很长久的时间才能够开悟 所以这个是在叫做辟喻品第三 所以其实在法华经里可以看到 法华经里面也有中科巴大师所分的上中下三种根性 事实上中科巴大师是按照阿迪萨尊者的菩提道登难处式 菩提道登论而分上中下三品 再看正说性解品 灵解性解品 所谓性解就是透过前面的辟喻让众生断移生性 明了这个圆顿大法的妙法莲华心 然后呢 而相性 实相 这个叫做性解品 性跟解是有深浅差别的 所以每个众生体会实相的深浅也有不同 再看物三素成药草辟喻品 药草辟喻品是说 佛呢 一称法是像天上的这个下雨的云 云呢 今天新加坡也下雨了嘛 下了很大雨 你看云下雨的时候一定是每个地方都下 云下雨的时候他不会说 哎呀这边呢 新加坡公园比较漂亮 我多下一点 那这个的大卫中心呢 比较高 我少下一点 他不会 云下雨的时候一定是一切众生都平等 可是在下雨的时候 大树就吸的水比较多 中树就吸的比较少 小树就吸的比较更少 小草跟小树也会不一样 所以这里讲药草辟喻品 是指佛一样以平等心广度众生 然后呢 下雨 一切的众生啊 得到的佛法利益呢 是随着你的根性不同而得到的 所以这叫做药草辟喻品 在药草辟喻品里面就有点像我们中国的一个说法 叫做什么 为学如壮中 中国学记里面说 扣之以大者则大名 扣之以小者则小名 不扣则不鸣 为学呢 就像呢 撞终身一样 你问老师 问得越多 那你得到的利益就越多 假如你不问 那你就什么都得不到 所以在药草辟喻品里面呢 按照法华经的建筑里面 它是这样表达的 请看一下 这张照片 这个是在我们昨天介绍的子竹林经社里面 它的在建筑里面有很多层 在地底下 地下空间 地下地下室的一楼跟二楼 很多的佛堂都会呢 这个建很多的地下室 新加坡都是停车场 可是在我们台湾 大部分地下室有时候 还是讲堂或供修的地方 那这里你可以看到药草辟喻品 在地下室楼阁的时候 它就会布置有大树小树种种的 那左下角它这里面 就有一这个法华经的这个辟喻品说 官辟官域 官虽一地所生 亦于所润 而树草木各有差别 这就是出法华经的经文 所以这个药草辟喻品 在楼阁里面它是什么设计的 再看下面一张 各位你看到我们的楼梯 对不对 你看到我们有好几层楼梯 当我们在领导人员呢 请我们呢 讲完经以后再上来 他就问我们 你上来的时候 有没有什么感觉呢 有人说从地涌出品 这就是法华经第十五品的 从地涌出品 在建筑学上 它从底下的楼阁药草辟喻品 然后一层一层的楼梯往上爬 这个就好像从地涌出品 我引一个例子 在很不幸台湾大地震的时候 以及全世界很多灾难的时候 慈济功德会的正言法是就是说 当地震的时候 第一天大家都还搞不清楚状况 第二天慈济功德会 所有穿蓝天白云的制服 就从各地方就开始实行救援救灾活动 就像大地一样涌出了 所有一些蓝天白云的大菩萨 这是一个很好的从地涌出品 那听了这个故事 有人就会问 那你一丘从地上涌出来 是不是永住涌出品呢 也是 它也有佛性啊 不过它只是蚯蚓 可是从地涌出品的意思是说 地底下会涌出很多 无量无边的菩萨 它也受持妙法莲华经 所以这是指在建筑学上 它怎么透过建筑而表达 它的特殊的含义 好 接下来再看下面 请看 第八页第十二行 物是授济品 授济 顾名思义 就是佛为弟子授济 这里授济 听好 不是预言 预言是说 我预测将来世界会发生什么事 有些人在禅修的时候 或是在冥想的时候 或因为特殊所谓第六感的时候 他会感觉到说 某个地方会发生灾难 或某地方会发生地震 那个是预言 但是预言会变的 still changeable 受计不同 受计是因为佛看到你 发无量的菩提心 及无量的功德 他告诉你 在什么时间 经过无量节以后 你会成佛 比方说 释迦牟尼佛 在三大阿僧奇节的时候 当他第一个阿僧奇节 功德圆满的时候 正到出地欢喜地菩萨的时候 他遇到了 然登佛为他授济 这时候 大家都知道这个故事 然登佛经过 然后释迦牟尼佛想 我怎么办呢 我什么都没有 但我有菩提心 所以他就买了一朵 五色花 去供释迦牟尼佛 供然登佛 对不起 然登佛很欢喜接受 接受以后 释迦牟尼佛看到 然登佛要经过的一条路上 有一个肮脏的水 应该是说 下雨产生的小水 还有泥巴 泥令在那里 那这时候 释迦牟尼佛就趴在地上 然后把头发散着 愿尊贵的然登佛 从我身上走过 为我授济 所以当然 然登佛也满他的愿 因为他以身来供养如来 这是很大的功德 当然登佛 走过他的身体 转过来 就放光说 善哉善哉善男子 我要为你授济 你在无量节以后 在南瞻部 在娑婆世界会成佛 你成佛的名号 叫做南模释迦摩尼佛 有些写释迦文佛 或是释迦摩尼世尊 你成佛的佛号 叫这个 所居住的国土 在娑婆世界 那你度的众生 有正法 相法 末法 所以 受祭的时候 就会告诉你这些 那假如呢 你是求生西方极乐世界 当你上品上身的时候 阿弥陀佛就会亲自为你授济 所以授济是非常殊胜的 经过了一个阿森期节 你再去修的时候 到了第二个阿森期节的时候 你会遇到另外一尊佛 为你授济 他所讲的呢 以释迦摩尼佛的例子来说 那第二尊佛 为他授济的时候 是跟这个第一尊燃灯佛 讲的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在这里叫做授济品 这里的授济包含 各种众生 佛都最后最大慈大悲 都为他授济 注意授济的资格 只有八项成道的圆满佛 其他都没有资格为别人授济 观音文书普贤 那是成愿再来 已经成佛道价慈行 这是不一样 比如观音菩萨 大家都知道 过去叫正法名如来 他已经成佛了 所以当然他有授济的因缘 道价慈行 现前观世音菩萨 可是在所有的经论里面 未能授济的呢 只有佛 还有只有佛 才可以致戒 连菩萨都不可以致戒律 所以现在有很多人要谈 戒律怎么统整 其实这个话题是很争议性的 而且很复杂的 是只有佛可以致戒 虽然也有人批语说 戒律就像世间的法律 那毕竟是批语 世间的法律不等于戒律 这点希望大家要了解 接下来再看下面科判 第八页第十三行 丁三因缘周 透过很多种种因缘 来说明这个圆满的教法 也分正说 灵解 悟臣 跟受计 那在化成辟育品 佛就引大通至圣如来 在往昔过去的这个因缘 度这些僧文成 化成 顾名思义就是说 佛所变化出来的 度僧文跟圆诀的 这是主于方便说 因为一般我们听到说 成佛要无量无边 阿僧其节 太难太辛苦了 那很多众生是会退到心的 举一个例子 在大制度里面讲过 摄立佛 过去在无量节的时候呢 他就曾经是小成 后来发大乘菩提心 可是因为遇到了一个藏元 他就退了到心 六十节 他都不敢发菩提心 他觉得众生太难度了 所以他还是僧文成 有一次在六十节之前 有一次摄立佛发了佛愿 众生无边誓愿度 烦恼无尽誓愿段 法门无量誓愿学 佛道无上誓愿成 好 他发现要广度众生了 他非常非常欢喜 他一发了这个菩提心呢 他身上放光 震动了十方佛国土 这时候 这个帝是天王 也是有神通的 他也是佛的弟子 他就想 那我来考验一下 这个设立佛尊者 他是不是真正要度众生呢 那结果他就划线一个老人家 来跟他化缘 然后呢 这个老人家 他就跟他说 师父啊 师父啊 对不起啊 我家里有一个老人家生病了 我需要您帮帮忙 他说你需要钱吗 我没有钱 我是出家人 你需要帮忙 我可以介绍不同人帮你 他说不是不是 我告诉你啊 我的妈妈去看病以后呢 需要呢 那个医生 印度婆罗门教的医生里面说 他要很多很多的药方 厨中里面要有一个 修行人 圣人的眼珠子 可是我哪里去找呢 对不对 这是很难很难的 听说看来你像妈很庄严 你修得很好 师父啊 我可以不跟你化缘呢 这时候想一想 他想 哎呀 要眼珠子 啊 我不就是圣人吗 我是佛的大弟子啊 我刚才要发愿 众生无边是愿度 一出门 哎 有人就要跟我化缘 这时候呢 他犹豫了一下 但是他觉得 众生是很苦的 我应该挖 所以他就把右眼挖出来 然后就供养他 那个老人家闻一闻 哼 好臭啊 丢在地上踩死 叫他踩碎 你应该不是圣人吧 圣人身心都很清净的啦 他说不是不是 我是啊 我是佛的大弟子 我也正阿罗汉果啊 他说那你可不可以 再把左眼挖给我呢 他说你不早说 刚才我挖错右眼 他后来想一想 虽然挖错右眼 可是还是要丢住动身啊 然后他就呢 又把左眼挖了出来 然后就供养他 他闻一闻 还是很臭 他又丢掉 他说我相信你修行 也不会好到哪里 这时候他退了道心说 众生难度了 六十节 他都不敢度众生 所以你不要小看 当你皈依的时候 在佛前发四弘四愿 这功德力是很大很大的 当然发了愿 你要做菩萨 这是很殊胜的 可是发了愿以后 要不断地学习 不断地精进文思修 戒定会 你才有度正身的功德力 所以可见 回小向大 是佛的功德力变化的 这个叫做化成辟育品 接下来在物二 灵解跟物三 数成品 是佛的叫五百大地子 这里的五百大地子 是同一个名号 授记的时候 那富隆那尊者 闻到佛说 昔日生文法 是智慧方便所说的 他念自己也有佛性 所以他也发愿将来成佛 所以佛 也为妇罗那弥多罗尼子 而授记 所以这五百地子 说明了是同一个名号 可见呢 名号成佛的时候呢 是大家有时候 名号是会相同的 在五百地子授记品 在第八品里面 说明了一个很特殊的例子 就是告诉你 五百的地子 最后都会成佛 所以 佛他有五百的大地子 这些大地子 过去呢 都呢 曾经呢 跟他当过弟子 可是在他没有当弟子之前呢 他呢 曾经当做外道的首领 也当过婆罗门教的首领 可是佛这个 为这五百个地子 都授记 同名为 普明如来 普是普遍的普 明是光明的明 所以 这所有的五百大地子 在十方佛国土 都成佛 叫普明如来 讲这个例子 注意听 佛的名号 有很多人是共通的 比如说 观世音菩萨 在《楞严经》里面说 他在阴地修行的时候 他遇到一个古观音如来 教他闻思修幻化三昧 因为他赞叹古观音如来的 悲心跟功德愿力 所以他拜他做老师 因此 古观音如来 为英帝的观世音菩萨 授记叫做 英帝叫大悲观世音菩萨 成佛的时候 叫做普光功德山王如来 可以度无量无边的众生 那普光功德山王如来 写在《阿弥观音世智授记经》 说西方极乐世界的阿弥陀佛 度无量无边的众生 无量无边的众生 从圣意地来讲 当然他是不生不灭的 可是从世俗地跟众生的源来说 他还是有入灭的 经过无量节 无量节 无量节以后 上半夜 阿弥陀佛入涅槃 下半夜观世音菩萨补成佛 叫普光功德山王如来 他度的众生比阿弥陀佛还要多 他所得到的净土 是更殊胜更庄严的 当然对圣者来说 上根净的人知道佛 无来也无去 所以事实上阿弥陀佛没有入灭 那为什么会看到阿弥陀佛入灭呢 是你若是念阿弥陀佛去的人 就看到阿弥陀佛是不生不灭的 但是你若念观世音菩萨去的人呢 因为你跟观音比较有缘 所以你会看到阿弥陀佛入灭 然后下半夜观世音菩萨而成佛 在经过无量节 无量节 无量节 无量节以后 度了十方一切众生 观音菩萨入灭 下半夜大势至菩萨成佛 这个会有这样入灭 跟成佛的这个现象 完全是依众生的这个业力 所显现而来看的 举一个例子 现在大家不敢大称跟金刚称 乃至于大称佛法来讲 很多人呢 你叫他念阿弥陀佛 他说不了解的话 他说 哎哟 没死哦 没死的人念阿弥陀佛 我没念 你又要念观世音菩萨 没问题 可见呢 他就比较喜欢观世音菩萨 对不对 他是排斥心嘛 不是每一个人都喜欢念阿弥陀佛的 对不对 但是呢 你看观世音菩萨 佛教徒 道教徒 一贯道徒 不管是正见的或邪见的 通通拜观世音菩萨 所以我常常赞叹 观世音菩萨代表诸佛如来的 大悲心的化现 所以在十方佛国度里面 他在菩萨众排行榜是第一名的 所以每一个人都喜欢念观世音菩萨 在我们讲经的每一分每一秒 都有无量无边的观世音菩萨的化身 在无量的时间度众生 所以观音菩萨的功德力是非常圆满的 所以他跟众生的圆最深 不是每个人一开始都听到文殊菩萨 普贤如来 普贤菩萨 或是东方阿处皮佛 东方阿处皮佛写在《般若经》里面 所以可见呢 一般众生还是跟观音菩萨 跟地藏菩萨有缘 可是你要发无上菩提心的话 你才会听到文殊跟普贤菩萨的名号 这个是叫如来五百弟子受祭品 以及受第九受学跟无学人计受祭品 刚才说学就是表示还要学习 是指出果一果二果三果 无学是指四果阿罗汉 表示身文成也可以成佛 在南传的经典里面 若是你问他们 遇到泰国的法师 你问他说 师父假如你现在往生 你会去哪里 他们大部分都给你回答 我来生继续修行 就是呢 我继续念佛念法念生 学四圣地十二运元八正道 我就是生生世世修行 假如你再仔细问他 你假如你有没有想去哪个佛国土 或见哪一尊佛 大部分的法师会跟你回答 我想去见弥勒菩萨 为什么呢 因为在阿罕经里面 以及南传的经典 只提到两个人 释迦摩尼佛跟第五尊 贤解第五尊佛弥勒菩萨 其他人他都不知道 其他他也不承认 他也不知道有文书 普贤观音跟地藏 所以在南传的教法里面 只有提到弥勒菩萨 那他们会大部分上身都帅内院 在大乘的话 那有十方无量的佛国土 我们会知道很多无量的佛国土 也是释迦摩尼佛为我们介绍 我们才知道的 在金刚乘里面也说十方有无量的净土 有莲师的乌金岔土 有五方佛的净土 有金刚种植佛的净土 有无量无边的净土 所以在大乘跟金刚乘里 是十方佛国土都能去的 在这里我还是多说几句 今天还是有一个联友来问 师父到底极乐世界跟弥陀世界 有什么不同吗 我记得我第一年来掌心的时候 我看到新加坡有点奇怪 念阿弥陀佛的人不喜欢弥勒菩萨 也不喜欢释迦摩尼佛 念弥勒菩萨的人总是在毁谤 阿弥陀佛那是方便说 没有 其实这样是有问题的 你若读普贤行愿品 一例命中时往生极乐世界 见到阿弥陀佛 文殊师利菩萨 普贤菩萨 观世音菩萨 弥勒菩萨等 我再正式回答 就请不要再问我这个问题 弥勒菩萨他的报生佛 的确是在兜率内院 八万四千像 八万四千随行好 弥勒菩萨在这部经里面 他也弘扬妙法莲华经 未来弥勒菩萨也讲 无量寿经 弥勒菩萨也讲 现观庄言论 也讲瑜伽师利论 所以弥勒菩萨也不单单 修慈悲三昧 就像你们讲 花异得好 你太把弥勒菩萨看太低了 弥勒菩萨虽然主修慈心三昧 但是他也是 深深适适修波罗密 他也通达 瑜伽师利论的 五重为世禅定观 你多读一些经论 你才知道 弥勒菩萨的功德力 是很了不起 不然他怎么会 记释迦摩尼佛 在这个地球上 这个视线 第五尊成佛呢 第六尊谁是成佛呢 第十七是 噶玛巴 成为狮子吼佛 这个就是他 这个就是他 弥勒菩萨他的功德力很殊胜 但是听好 弥勒菩萨虽然上身都算内院 但是他也有千百亿化身 他在东方药师净土 也有弥勒菩萨交为世 在东方阿处皮佛国土也有交为世 在南方宝生佛 在南方地藏菩萨的佛国土里也有交为世 在西方极乐世界 他也是交为世 就像你一个你的 在比如说在新加坡 新加坡有很多大学 最有名的新加坡国立大学 可是一个教授教英文 他就可以在好多学校都兼英文课啊 但是你听好 在新加坡大学教书 你要注册嘛 可是你在其他的学校呢 要在其他学校注册 所以听好 弥勒菩萨他的本尊是在兜率内院 可是在十方佛国土 也有弥勒菩萨的化身 那这里要注意 像现在我跟你讲话的时候 有谁在弥勒菩萨的国土里面呢 一 虚赢老和尚 他发愿上身兜率内院 第二 玄庄大师 第三 窥姬大师 窥姬大师在灵命中的时候说 十方佛国土 还是弥勒内院好 所以他就走了 所以所有的佛国土都是平等的 不见得你要把阿弥陀佛的法门 贬低下去 你才叫弘扬弥勒法门 这个叫棒法 你也不要念佛的人呢 排斥其他法门 你念阿弥陀佛 你会不喜欢念释迦摩尼佛 表示你念的佛有问题呀 你念佛不是无量觉吗 无量觉的是话 所有的佛都应该能够欢喜接受啊 所以听好 我能够来提醒很真诚 也苦口婆心 欠新加坡的莲友 新加坡的莲友都很发心 可是在细微的知见上 你们都没有很清楚地学道之地 东抓抓西抓抓 所以有很多东西是不太对的 当然你可以问 我也可以真诚回答 但是每个佛国土都有不同 举方说 你念药师经 灵命中的时候 你可以养生药师佛国土 你也可以往生极乐世界 你往生极乐世界呢 药师佛不会说 Stop! Come back! Again! 不会吧! 药师佛不会有这样的分别心 所以所有八大菩萨 灵命中是要送你的时候呢 他会用神通力来化现 然后呢 看你要去哪里 举个例子说 在灵命中的时候 你会见到八大菩萨 这幅就是藏传佛教的极乐世界图 八大菩萨 看到了 中间阿弥陀佛是红色的 你们看到的右手边 是大势至菩萨 蓝色的 阿弥陀佛的左手边 是观世音菩萨 这是因为依西藏的法本说 弥陀的右手边才是四壁观音 也有站的 也有坐着 下面呢 有六个菩萨 再看最底下 有没有看到 阿弥陀佛的最底下 有没有一个小尊的阿弥陀佛 有没有 那是化身佛 他来接一个出家人 有没有 神士投胎 然后像彩虹一半 做了来接应你 那这八大菩萨是谁呢 文书 普贤 观音 地藏 弥勒 虚空藏 除盖藏 跟 七个 再念一遍 文书 普贤 观音 地藏 大势至菩萨 还有 弥勒菩萨 除盖藏菩萨 跟虚空藏菩萨 虚空藏里面呢 是东密里面比较重视 所以这八大菩萨 都会来接你 菩萨都有神通 看你的愿心在哪里 他就往生 送你去哪个佛国土 所以在这里要说明 但是往生的佛国土 相同当中还有不相同 举一个例子 你若往生东方药师净土 你可不可以看到其他佛 可以 但要特殊条件 你必须捆备香花灯果竹 起来供养药师佛 药师也有药师七佛的化身 然后以药师佛的功德力 才会化现看到其他佛 也就是说你到了药师佛佛国土 不见得说你想去哪里就哪里 你的功德力不同 但是西方极乐世界 有一个最特别的 大家知道 阿弥陀佛四十八大院里 有一个片共诸佛院 对不对 阿弥陀佛到极乐世界以后 每天一大早的时候 凭着阿弥陀佛的愿力里呢 可以到十方佛国土去旅行 在一大早之间 吃早饭之前你就回来 一谈之间 十方佛国土都能去 所以为什么呢 阿弥陀佛就是希望你想要供佛 让你快速圆满 福慧之良 所以他发了这个愿 骗共诸佛愿 骗共诸佛愿以后 你就可以听到很多佛讲经说法 所以得到最大的智慧 学无量的法门 所以供佛是最大的福报 福报快速圆满 听经无量的法 智慧圆满 所以一刹那之间 你才会可能很快地升到上品 上身 而为佛为你受祭 可是呢 你到了弥勒内院 虽然你见到弥勒菩萨很好 可是不见得你就能够 骗共无量诸佛的 所以常常很多灵友都要跟我抬杠 说师父啊 只有你特别说极乐世界好 其实我文书补贤 观音地藏弥勒 我都赞叹啊 但是有一个不同 假如你上身 兜率内院也不错 将来我到了西方极乐世界 骗共诸佛的时候 我再拿着大宝莲花来看你吧 但是你不一定有功德力来看我的 这是有差别的 所以要多读一些经论 每个佛的净土都是很殊胜的 但是它也有 有相同跟不相同 所以你才知道 十方诸佛里 为什么叫弥陀佛大愿望 纵使我学藏传佛教 我还是求生极乐世界的 所以每一个佛国土都有它的殊胜 每一个佛都有一个愿望 就是观这个众生的缘在哪里 而帮助它成佛 所以净佛国土是广义的 不单单指西方净土 十方都有无量的岔土 一个凡夫 你要想在一生当中要修行成就 那要很多福慧资良 所以应当发愿 愿生彼国 任何一个佛国土 你都应该发愿去 假如你说 也有一些法师 喜欢海抗说 我发愿就是生生世世 在说佛世界 可以 但是你要生生世世 先不退转 你没有办法不退转的话 你来生可能会迷失的 举一个例子 像我讲经说法 也修了小小的一点功德 若不求生极乐世界 来生若专的酷哥辣妹以后 搞不好我也不想出家了 对不对 辩才无碍呢 修一点功德 走到哪里做做大老板总经理 一拍桌子大家都听我的 那你也会迷失的啦 最有名的中国 对不对 苏东坡 就是从五祖戒禅师 一直轮回到明朝 对 苏东坡 他是在中国文武百官里面呢 财高八斗 官位做得最高 又最有财气的 他前置是五祖戒禅师 听好这里的五祖 不是六祖慧能大师的师父 是另外一个禅宗的祖师 五祖戒禅师 他短世一投胎 当苏东坡 还有苏小妹 大家都知道故事 结果那一世呢 他很喜欢呢 玩这些文化艺术啦 最后呢 他一轮回还继续投胎 他一直投胎到哪时候 明朝圆红道居士 是他 他写了西方和论 才彻底的忏悔说 哎呀轮回真的很苦 我还是要去极乐世界 最后 因为他驻西方和论的这部功德 这部论非常好 目前净土中好像很少人说 将来有缘 我看看有没有姻缘 不要乱发愿 命够长的话 我在姻缘成熟了 这部论非常的好 把净土法门 所有的经论 不单单五经理论 全部合起来 用十个章节 每一个章节有十个重点 所以有一百个重点 来讲西方极乐世界的殊胜 就因为他做了这部论 所以他往生极乐世界 所以你看 他从魏晋南北朝开始 一直转世到唐朝 变苏东坡 再来一直到明朝的时候 他才往生极乐世界 那请问各位 你虽然发愿在这个 说佛世界度众生 我非常的赞叹 这也是一个菩萨型 但是你自己要先正 骑马出国徐陀环 或正四国阿罗汉 或者大春菩萨出地菩萨 那西方极乐世界 是一往生到阿皮八治 八地不动地菩萨 所以阿弥陀佛那么殊胜的愿力 你为什么不去极乐世界呢 所以我要说的是说 纵使你修其他法门 但是希望你不要去批评 每一个佛都是平等的 犯不着呢 你要贬低其他法门 才叫弘扬你的弥勒法门 同样念阿弥陀佛的人 也不要去排斥其他法门 再讲得更重一点 假如你阿弥陀佛 很多年有的跟我说 我要很专精地学习很好 但是专精学习 定不代表排斥其他的法门 假如你专精学习 你心中对其他的法门 还排斥的话 注意阿弥陀佛有意愿 围处忤逆毁谤政法 你谤政法是去不了极乐世界的 希望大家能够思考一下 我讲的苦口薄心的话 接下来再看讲义第八页 第十八行 这是鸡门的第一次流通 它分为四个重点 丙一 公身扶重 命劝流通 第二 引网坚毅 以正流通 丙三 他方词徒 劝劲流通 丙四 初心方法 不虑为苦 请看丙一 丙一就是讲到 功德非常殊胜 福报非常的圆满 所以佛命令 凡是地法师品 凡是受持读诵 妙法连华经的人 都应该尽心尽力地 用你的生命 你要去流通这个法宝 那这样 接下来 他为了要证明 他有用建宝塔品 建到多宝佛塔 这个待会儿我再说 第二个 引网坚毅流通 引着过去 网就是过去 提婆达多的这个例子 连提婆达多 这么 忤逆十二 重罪的恶人 深深适适 破坏 释迦摩尼佛 他呢 都能够成佛 所以 当然 他因为破坏佛陀 也曾经 跺过地狱 但是 提婆达多 最后呢 佛还是为他授记 叫天王如来 他还是可以成佛的 所以 引着过去 提婆达多 这么坏的人 遇到一阵 圆顿大法的 妙法连华经 所以可见 妙法连华经 可以灭地狱的重罪 常常对很多人跟我说 师父 我要 灿除很多恶业 我要 好好的修行 然后呢 我要怎么样能够 灿除恶业 其实所有的大乘经论 都能灿除恶业 是你对这个大乘经论 有没有信心跟功德 那你看 连提婆达多的人呢 都是这样的话 当然 他也能够 学习大乘妙法连华经 所以法华经 是非常殊胜的 一切的众生 都能度他成佛 在这里 我回答一个问题 有一个连我问 师父 如果在家居士 送法华经 是否业障会现前 法华经 一共有几品 答案 二十八品 业障现前 很多人都喜欢 思考的不同角度 听好 注意听 佛弟子 你碰到佛法 当然因为苦而觉悟 因为有苦 你才学佛法 当然当你皈依 受戒 发心 还有诵经 念佛 一定有功德的 不要怀疑 今天有一个 居士来跟我说 有一个新加坡的法师 跟他说 其实你念佛 拜佛 那只是福报的 还是没有智慧 错 福会双修 法华经济里面 就有写 我不认为 那位法师讲得对 很抱歉 我不知道他是谁 我是对事 不对人 对不对 当然修习佛法 要从文思修 可是法华经里面讲 若有人受持礼拜 这样妙法莲华经 当下就是福会双修 福跟会 当然有不同的因 可是呢 他每一分都有福会双修 你知道吗 各位联友 在台湾 有很多老菩萨不适智 法华经一字一拜 拜到法华经里面 出法华设立的 那是真的 这不是虚假的 这连科学都无法解释 这些东西 你若去多了解 你就不会否定 有很多联友说 哎呀光读经是没有用的 心那么散乱 错 邪见 你讲的话只有对一半 举一个例子 像这个讲座 一二三四四个脚 你认为只有站在东边对吗 不对 你不要一直强调你都英文 你那边对 你要想一想 你走到西边来看看 四个脚 四个脚都对 一个桌子座没有个四个脚 跨一边都会垮下去的 看一桩事情 要圆满的正见 八正道讲 正见第一啊 你不要轻易去否定人家的修行 所以 举一个例子 当你发心修行的时候 我们都会觉得我现在好好用功 就应该一切都顺利 错 你这样的想法不太正确 举一个例子 我现在在花园里面 我开始要种玫瑰花 好 你买了玫瑰花的种子 要种下去 开始 有阳光水分 撒土壤 也撒水 请问 长出来的是什么 玫瑰花 还会不会长其他东西 会 杂草重生的 你以为一长全部都是玫瑰花吗 不见得 除非你买错种子 所以应要正确 那长了杂草以后怎么办 你一样 大家都知道 园艺的时候 一定要买刀子 把杂草给剪掉啊 剪掉了一次 两次三次 还会不会再长 还是会长的 你要剪掉以后 要连根拔除 杂草除尽了 再来重新施肥 那玫瑰花才会得到 全部的养分 长出来的玫瑰花 才是很漂亮的 对不对 注意听 这个屁欲是什么 玫瑰花是你的正念 杂草是你的妄念 当你一发心 菩提心要勇猛精精的时候 是非常好 倒是要提醒你 好的种子跟坏的种子 通通都会长的 所以很多人有说 哎呀师父 我不念则以 我一念就开始头痛了 我跟你讲 头痛是你的业力 继续念 念完以后 头痛业障就灿除了 所以你必须对法的道次第 要很了解 要有信心 有人说 师父啊 我不念地藏经则以 一念地藏经 所有的鬼都来了 没错 那是你的冤情债主 但是他是呢 本来要来给你讨债的 因为你念地藏经的功德力 地藏菩萨加持 无毒鬼王加持 所有的人都来听了 我的妹妹 以前就这样 她曾经有一次呢 障碍很重 她就拼命念地藏经 念了以后说 哎呀哥 旁边又有个鬼了 她第二天就把她合起来 打电话给我 继续念 你继续念啊 对不对 然后她一念的时候 西边又有个窗户 又出现一个鬼了 右边是男鬼 左边是女鬼 我说那个就是 你过去伤害的众生 你不要操心 地藏菩萨会互念你 继续念 真的她继续念以后 鬼就没有了 然后刚开始呢 就开始做噩梦 继续念 众生真是很难度的 对不对 有一次她也是这样 哎呀 她呢遇到障碍的时候 就说师父 不师父 她叫我师父 也叫我哥哥 然后呢她说 哥哥我要发心吃素 有一次她跟人家打官司 误会了被真的 关到台湾的监狱去 她非常的难过 她写信来给我 她在监狱里面呢 初一十五开始发心吃素 然后呢开始念 大悲神咒 念观世音菩萨 念心经 她很认真念 念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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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念 本来是判三个月 后来法官重判 就是呢 像普门品里面讲的 被人家 污赖的时候 征诵经观诵 念品观音力 寻生自回去 她就念观世音菩萨 结果三个月以后呢 她盼完以后 就变一个月出来 她出来的时候 非常非常高兴 看到我泪流满面 到佛堂来顶礼我 来供养我 来感谢我 鼓励她 然后呢 过了一个月以后 就不吃素了 我说早知道 你应该继续观下去 众生就是这样啊 你们呢 对 当众生有福报的时候 就在外面吃喝完了 蹦恰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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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到遇到癌症的时候 师父怎么办 我要念大悲观世音菩萨吗 要念几遍 然后就拼命念 那么来当当都来要 这样子 念到呢 大悲都很虔诚 都水滚了 然后癌细胞呢 处理了 Cancer也处理也好 再出去又 蹦恰恰 蹦恰恰 又蹦恰恰了 对不起 蹦恰恰是指跳舞的意思 对 不是吗 众生都是这样啊 所以 师父会业障现前 听好 业障是你过去的 善恶的业力 一定会现前 好的会现前 你要欢喜 这是我修来的 恶业 你躲也躲不掉 你要去面对它 超越它 安氏高大师 他修得非常好 到有一世的时候呢 他还是业障现前 只一样死了 举一个例子故事 安氏高大师 是一经师 有一天呢 他走到路上 然后呢 回来的时候呢 他就跟徒弟说 一个徒弟说 过几天 师父就会走 而且会被人家 一个菜市场的棍子 打死 你帮我做证人 到时候 这个人会有麻烦 你要去出证证明说 不要再伤害他 是因为我过去 无量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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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经握手伤过他 所以这定业很难逃 那但是你不要怕 我虽然被他打死了 我会去投胎 再做安息国的 后来的太子 结果 他把这双事情 告诉了他旁边的徒弟 叫他记下来 有一天 安氏高大师就出去了 他说今天出去 我就不会回来 他就去菜市场 画园 很多人走来走去 走来走去 突然有人 有骑了一匹马过来 尖叫一下 所有慌乱 慌乱有一个老先生 一个年轻人 他是用扁蛋 提着两个菜篮 因为慌乱的时候 一个菜篮打下去 另外一个菜篮 往后一啪啪 刚好打到 安氏高大师的正额头 当场就流血了 然后这时候 冰棺能当案 衙门就来抓人 那个人也吓了一跳 没有 我没有杀他 这是误会误会 他要崭刑的时候 那个安氏高大师的徒弟 去作证人说 不可以 请刀下留人 这个我师父说过 他是过去欠他的命 所以你应该放了他 后来他把这个人判免刑 因为他若被杀爱的话 他的恶业还会 继续跟安氏高大师 有没完没了的恶业 所以你看一个高生 修这么多年了 还是业力要现前 所以面对的善业升起的时候 善念升起 你应该勇猛精进 就像那个 你种玫瑰花一样 要继续种 面对恶业升起的时候 恶念升起的时候 精进的忏悔 你忏悔心就会得清凉 所以不要一听到说 哎呀学佛就会着魔 打坐就会着魔 一听到诵经就业障现前 就避开 这是不好的 甚至再举一个例子 受戒 受戒也有受戒的功德 也有问 哎呀师父我受了戒 破了戒怎么办呢 忏悔啊 三千大千世界里面 只有一个人不会破戒 那就是佛 你假如因为怕受戒 而不敢受戒 那你就错过了姻缘 当然注意听 只是要两边 不能说好受戒还可以忏悔 没关系 我先受五戒 明天吃喝嫖赌 杀到盈望酒 就像基督家 师父我又来忏悔了 这样是侥幸的心 不可以 当然有时候你虽然受了戒 可是你有恶业现前 内有烦恼 外有恶缘 那当然诱惑你 你烦恼无法控制的时候 你的确还会造恶业破戒 那就再忏悔 所以普贤十大院里面 有着菩萨 尽未来寄忏悔业障 但是也不要因为忏悔 就把很多事情 耿耿于怀放在心里 忏悔王就要放下 为什么呢 如果你忏悔的时候 继续耿耿于怀 这恶业的种子 会障碍你 往生极乐世界 那你说 那我无有意无意 造的这些恶业怎么办呢 发愿我将来成佛的时候 度这一切的众生而成佛 这样子你才会有广大的怨心 所以注意听 虽然受戒很殊胜 但不小心破戒 要当下忏悔 在菩萨音乐经里面 释迦牟尼佛亲口说过 受戒而不小心破戒的功德 比没有受戒的人功德还大 有人说 哎呀受戒很辛苦啊 那我刚才就不要受 不要受继续做杀到阴望旧 那你继续轮回啊 所以受戒有受戒的功德 我再讲一遍 菩萨音乐经里 我亲自查过 释迦牟尼佛说 受戒而不小心破戒 所得到的功德 比没有受戒的功德还大 可见戒是有无上的功德力的 应当尊重戒法 接下来再看 秉三 他方此土劝境流通 就是说 佛在讲完第一品到第十四品的时候 劝法师要流通 多宝佛塔 现前 建到宝塔 待会我会讲这个主题 提婆达多 因这么坏的人都可以念 妙法连华经 最后而成佛 所以连这么坏的人都有佛性 最后劝 不但是这个世界 他方佛国土 有无量无边的众生 也都在学习佛法 学习妙法连华经 劝大家更要广为流通 这样劝持品 接下来就说 那要流通 自立利他的人 要做什么呢 要修安乐行品 第十四 就是我们这次讲的要主题 从身口意 三个去求安乐行 还要有誓愿安乐行 所以叫做 秉四 初心方法 不虑为苦 要常常想到你的初发心 而因为广度众生 而不怕各种的痛苦 法师品里面 顾名思义是讲 法师要授持读诵书写 为他人也说 这是叫十法行 建宝塔品 宝塔叫做stupa 这是过去多宝如来 他深深适适 修妙法连华经 他曾经发愿 若在十方佛国土里面 如果有哪一尊佛 讲妙法连华经 他亲自会出现 让宝塔来 让与会大众 可以见得到 这代表 大家对于 妙法连华经 会非常非常的有信心 好 接下来请看 这个幻灯片 建宝塔品 建宝塔是非常殊胜的 现在要介绍的是 云岗石窟 中国大陆 如果各位从 往山西五台山 会经过云岗石窟 在这云岗石窟里面 就有很多世界文化遗产 跟我们讲经的主题有关 大家请看 这是前几年 我去五台山朝圣 之前我们经过云岗石窟 这是世界文化遗产 这个可以看到 古人在这么荒野的山坡地 用一生的生命来凿石窟 有几个用意 第一 造福 第二个 让佛教正法注释 第三 也可以在这里禅修石窟 所以石窟不单单只是 当艺术跟文化的宝殿 它最重要是禅修用的 当然我们现在看到的石窟 跟古代的环境 可能会不太一样 这是石窟 它旁边的外围环境 是非常的干燥 所以这是石窟进去以后 山门后来建的这个戏台 这个是后来才建的 这个是云岗石窟的 所有的大陆游览士图 石窟里面有几个很有名 第一个 敦煌墨高窟 第二个 龙门洛阳龙门石窟 第三个就是我今天要介绍的 云岗石窟 那石窟你可以看到 它是有一系列的历代 从东汉到魏晋南北朝 一直建一直建 建到唐朝 宋朝跟元朝的时候 还是有建的 所以石窟是有广大的功德 一进山门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这是山门 接下来这有云岗石窟 这中文跟英文的简介 接下来你可以看到 这是好几层楼 中国楼阁式的 这都将近有一千年的历史 然后非常的庄严 好 这个是整排石窟的这个图像 图像 整体的 我们那次去的时候 光这个地方我们就去了一个早上 接下来你可以看到 在经过风化以后 中国大陆也非常重视文物保存 这是非常赞叹的 然后呢 它就会把很多东西重新做维修 好 注意看 这是第一个石窟 就是一进去呢 那个可以看到很多的浮雕 那当然它这柱子里面呢 就像希腊 雅典一样 这个柱子都会因为风化 以前这个云岗石窟 都有很好的这个所谓的 以建筑学来讲 有很好的这个流水系统 注意看 这张是弥勒菩萨 脚是叫脚脚印 这叫十地菩萨弥勒像 华严经十地 一地二地 八地不动地是代表 大悲观世音菩萨 每一地都有不同的菩萨代表 弥勒菩萨代表十地 十一地就是佛 当然在西藏佛教里面 还有加十二地 十三地 那是另外不同的经论说 一般讲十地菩萨 那第十一地就是佛 十地是一身补出弥勒菩萨 弥勒菩萨很了不起 通达一切的经论 这是交绞菩萨 接下来注意看 这就是法华经的什么 二佛并坐 多宝佛塔现前 然后呢 这时候多宝佛塔 现在虚空中 与会大众呢 通通站起来 因为释迦摩尼佛要用手 开多宝佛塔 开完以后 释迦摩尼佛塔呢 释迦如来就被邀请 而进入这个佛塔相坐 所以你现在看到的 右手边是多宝佛 左边是释迦摩尼佛 二佛并坐 二佛并坐里面 不但是石窟 不但是佛教艺术 二佛并坐也是一个禅观 什么禅观呢 表示过去佛跟现在佛可以沟通 过去跟现在佛是没有障碍的 所以在前几年 我在新加坡 法谷山佛教图书馆里面讲的 斯维瑞耀法 最后一个 就摩罗舍大师所修的禅观 大臣禅观是什么 法华石像观 当时我没有这张照片 很抱歉 二佛并坐 就是指这个 接下来呢 因为释迦摩尼佛进去了 所有语会大众说 哎呀佛太高了 我们看不到你 释迦摩尼佛请你帮我们 射受我们能够身在虚空吧 所以佛一放光神通 所有弟子都身在虚空里 所以听释迦摩尼佛 跟多宝佛在对答 这是二佛并坐的图案 再看下面 这也是弥勒菩萨交角图像 他旁边有立世天王 他的眷属 这张也是二佛并坐 更清楚 这张呢 是弥勒菩萨 前面那尊是蔚来佛 新红法师 谢谢 每一个人都是蔚来佛 我们要有信心 那这个是云刚石窟 所以透过这石窟 不但可以了解佛教 你也可以了解当时的艺术文化 还有飞天跟祭月 你看他们五彩的壁画 在全世界里面只有中国有 所以东土真的像达摩祖师讲 有大乘气象 接下来这里有很多 过去佛 现在佛 未来佛 的石雕 接下来你可以看到 它详细的石雕 是雕莲花的 还有祭月 这尊是弥勒菩萨 注意看 站起来的弥勒菩萨 非常非常非常的高 将近有四五层楼高 因为风化的关系 就是风消化的关系 所以它很多是剥落的 但是你可以看到 弥勒菩萨很壮观 然后很庄严的神韵 再看下面一个 注意看到弥勒菩萨 手掌下面有一个人 有没有 这站在物理学 力学的眼里 当时凿这个石窟 听好是一座山 这样凿进去的 所以要算好力学 而且还要算好流水设备 否则呢 这些没有了 最后都会贪方的 那在力学上 导游介绍我们说 在力学的原理 假如弥勒菩萨这样说法 假如这个地方是空的话 它就会断掉 所以他们很巧思地 建了一个力士天王 护法就站在这里 导游支持弥勒菩萨 讲经说法 很有趣的这个艺术idea 接下来这个是壁画 过去佛 这个是释迦摩尼佛 华言三圣的石窟 这尊是阿弥陀佛的石窟 注意当时就已经很重视 弥勒菩萨的信仰 也重视弥陀菩萨的信仰 所以你们终于 哑口无缘 没得变了吧 对 历史上就这样嘛 对不对 当时再讲 当时弘扬弥勒菩萨 中国第一个高僧是谁 道安大师 弘扬弥勒菩萨的事 庐山东陵念佛堂 慧远大师 净土中第一代祖师 一个弘扬弥勒 一个弘扬弥陀法门 都是非常殊胜的 在石窟量里面可以看到 当时有文武百官 供养而雕的 弥陀的造像 也有弥勒的造像 这是过去七佛 注意看 在寿记经里面有讲 过去毗婆师佛 加舍佛 卢舍纳佛 过去七佛 在寿记经里有 过去七佛记 有没有 我好不容易拍到 这过去七佛 因为你很少看到 过去七佛长什么样子 我想在新加坡也不容易 台湾也没有 可是中国大陆里面 就还保留着这个文物 接下来这是 一进石窟以后 占的西方三圣 这是旁边的 西方三圣旁中的 光中化佛 这个是我们的导游 跟我们的莲游 这尊呢 注意是 释迦摩尼佛 披着袈裟的 毗卢遮纳佛 站着的 这是生文像 跟菩萨像 合为一体的 注意这旁边有 过去现在 未来千佛 你观想一下 现在我们是 讲经的讲堂 假如这是一个石窟的话 进来呢 严格说佛像 应该建在正中间 而不是靠墙壁 为什么 正中间的时候 它还可以精醒 那假如你观想一下 你的右手边 应该是过去千佛 正面是现在千佛 左手边是未来千佛 这个就是你们 平常过年时候 华人最喜爱的 三千佛名 石窟上面 可能也有石雕 也有飞天 但是呢 也有很多 佛的画像 经文的辩文图 还有石雕 你坐在里面 那必须要很通风 你才能禅修 你可以一个人禅修 也可以一群人禅修 所以以前石窟的目的 除了艺术建筑 跟做功德之外 最重要是修行用的 因为石窟是冬暖夏凉的 所以我建议各位 假如你读大阵仗 早期魏晋南北朝到唐朝 这一段的佛教史 光读藏经是不够的 你要去实地考察 像敦煌或丝绸 有很多东西是保留在石窟里面的 这是以前我曾经上过的这一门课 所以禅观跟石窟是很有关系 接下来这个是 米勒菩萨 但是也是风化的 对不起我讲错 这尊是释迦摩尼佛 那过去佛跟未来佛 这是左手边的米勒菩萨 这是右手边的燃灯佛 注意听 一般是供的三宝佛 是指过去燃灯佛 现在释迦摩尼佛 未来米勒佛 可是我们中国人现在都叫三宝佛 东方药师佛 其实刚开始建设的时候 东方是用 东边是用燃灯佛做代表 假如是读波尔经的道场 东方是供阿处皮佛 可是我们中国人杀业很重 所以中国的中医也很发达 对不对 你一有病痛的时候 就常常去看中药 所以越补越大洞 所以药师佛就变很重要了 对呀 药师佛是在中国才很广大的流行的 当然任何一尊佛